我们的确担心在8月的中下旬 一直到9月份 很可能是国家疫苗真空的时间 那也因此呢 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那以台中市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每天可以预约注射的服务能量很高 但是现在唯一烦恼的就是没有疫苗 因为现在是第四轮在进行施打 那刚刚昨天开始进行第五轮的预约 那不过呢 现在整个国家可能疫苗的储存量 可能面临可能很少 所以据我了解 第五轮各地市可以分配到的疫苗 可能都相似的少很多 所以我们的确担心在8月的中下旬 一直到9月份 很可能是国家疫苗真空的时间 那也因此呢 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那以台中市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每天可以预约注射的服务能量很高 但是现在唯一烦恼的就是没有疫苗 很高兴 很高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